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今次能够胜出九龙西立法会的补选 我是感到真的非常非常之高兴 而这一次的胜利我知道不是属于陈可欣自己的一个 因为这一次胜利是属于所有支持陈可欣的义工 我们的团队地区的兄弟和所有的支持者 因为陈可欣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 是可以跑赢今次的选举 在这段期间经历很多 也都遇过很多的困难 但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的团队 我的义工朋友 我的支持者给我最大的支持 令到我能够跨越这些困难 而我觉得今次 能够胜出这一次的补选 也都是有另一个很大的意思在里 就是我相信选民跟我都是一样 是很希望我们的社会 不要就是炒炒闹闹 不要就是得矛盾和对立 大家都很希望是有多一把民生的声音 大家都很希望民生是最优先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反映了我们市民的希望 也都跟我的政纲是很吻合 我的政纲也是得到他们的认同 所以才能够在今次可以胜出 而未来这个选举我觉得是一个工作的开始 未来的工作就是尽快去希望将大家最关注的民生问题 带到议会 另外就是 在这一次我自己第一次 第一次从政 第一次参与选举 就参与一个这么高难度的补选 在这里我真的很想再次充心所有 支持我的人 我的所有的前辈 所有的义工团队 真是所有的支持者 我的团队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援 我们的地区同事给了很多很多的构思给我 令到我静光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 而在今次考考这一次的补选期间 也都遇到不少的不文明 或者是一枝的挑衅 在这个过程里面 所有的团队 所有陈害恩的团队 都是非常之冷静 也都是非常之 引用 引来 令到我们可以 来到今天 有一个很开心的结果 在此再次多谢大家 不如给高医生和Aless和阿信说好吗 我是非常之恩惠 阿欣可以在今次九龙西立法会选选里面 是胜出 我在这里祝贺阿欣 还有是鼓励他 我亦都对他非常有信心 一定会用心服务市民 多谢大家 首先在这里 先恭喜阿欣 是顺利当选 是实至名归的 我们也都想借机会 多谢今次投票的 所有的选民对我们的支持 也都要多谢我们的乙工团队 无分就夜 今天由早上到夜晚 都是跟我们紧守岗位 也是天气很冷 大家都很愿意 很努力去做 我也都要多谢我们跨党派 不同的党派的朋友 我们建设力量的朋友 大家都是团结一心 大家都是打好这一场的选战 无分彼此 这个选举今次是绝对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都是大家都是很努力 我自己就冲心祝贺阿欣 也都期望阿欣能够 尽快进入议会 是一个好的适应 就是我作为民建团的一份子 都期望日后有更多机会 跟阿欣合作 我们就着很多民生相关的议题 一轮合作 特别就着九龙西 我们一定会继续跟蔣麗芸议员 林美芬议员 李慧琼议员 我们继续就着九龙西区 众多民生的问题 一起和大家处理 最后我自己个人的感受 我自己觉得作为参与过311 这个补选的一个一员 当时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奇迹 这次令我的感受是觉得 我们再确认了一次 我们走民生 是为街坊为市民去做实事 是帮大家去处理民生的问题 是值得得到港大的市民支持的 所以我们会继续本着我们这个宗旨 是努力帮大家 和大家一起去解决 更多的民生问题 多谢大家 我们首先要恭喜阿欣 但也都我们要多谢 就是十万多的选民 他们冒着风雨都出来投票 这个真的显示 我们大家都是想香港好 大家都是真是风雨同路 我们其实曾经 在昨天天气那么恶劣的情况 我们有担心 究竟我们的支持者 会不会冒着风雨 肯出来投票呢 但我们都很感谢各位的选民 他们对阿欣的信任和支持 他们都愿意出来投票 也都要多谢我们的义工 因为其实在这个助选的过程里面 其实最困难的东西不是去拉票 其实最困难的东西就是面对对手 他们无理的挑衅的时候 怎样可以仍然忍耐和保持克制 特别在昨天的投票日 我们去到不同的票站 我们都见到对手的挑衅 他们说一些极其难听的说话 我们的义工真是受尽委屈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感谢我们的义工 亦都是今次整个过程 整个选的工程里面 我们见到我们建设力量 我们建设香港的一半不同的党派 我们的确是很团结 有很多我记得在最初工程开始之前 就会猜测这个又是否真心帮 那个又是否真心帮 而今次这个结果可以很证实 我们是一起团结的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议会能够正常运作 大家见到我们真心帮助 亦都是真心团结 为我们的议会运作良好 希望欣家进入议会大家庭之后 我们可以更加好地发挥我们的角色和功能 OK 我想现在这一刻我会做好当前的工作 我未想到之后你所说的下届 因为有超过10万位的投票 支持了对一欣的信任 我会觉得最重要的这一刻是 入到议会先履行自己的承诺 是将他们最关心的民生的问题 是带到议会 同时就希望可以更加好发挥 我们建设力量 我们团结的力量可以见到 我们真心是做实事 大家是看到 大家是认同 所以这一个我才觉得是最重要 你讲的义工那个 我觉得陈凯欣的团队 一直以来都是希望廉洁 有些干净的选举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选举事务处 是有的渠道给大家去投诉 或者去讲那件事出来 这个交给选举事务处 是支持我 支持我 因为 主要是 主要是 民族的 民族 这是 主要的主要 所有香港的香港民族 所以他們相信 Yan可以成為他們的聲音 所以他們選擇了我 你認為其他人的反應是 你名字的反應嗎? 我不認為 我認為他們完全支持我的反應 陳小姐,你今次拿的票數 跟英國建制派的票數 都差不多了 你會不會擔心呢 如果剛才你答了下一屆 你才知道會不會參選 如果你參選的話 會有四個戰爭派 你怎樣分呢? 是否以後都會犧牲呢? 還有鄭英雄,你可不可以說說 你會不會其中一個選擇到呢? 其實我覺得 因為大家知道 這次補選的時間是非常之短的 在這段時間裏 陳凱欣和整個團隊 都是集中打好昨天 一、二、五場仗 在之後你所說的下一屆 我完全在腦海裡沒有想過 所以不好意思 但我真的覺得 無論下一屆有多少位都好 其實在這次的選舉裡面 正正反映了 只要我們真心 以民生做實事的話 選民是會看到的 選民是會投票 給真心做實事 以民生為主的議員 所以在之後你所說的下一屆 究竟你所說的怎樣分 這些位置 我想最重要的是 我們大家 都是緊守著我們這個信念 這個我就相信 可以贏到 我們的市民和選民的支持 情緒大家不擔心 你擔不擔心 如果昨天要參選的話 同志團可能會少一隻 我想現階段 我們是不需要擔心任何這些事情 我們最緊要是做好民生的工作 我剛才都說了 其實九龍西區 有很多民生的工作等著我們去做 反而我們希望快些大家商量好 我們九龍西區怎樣做好分工 我們相信 我們謹守我們的崗位 我們做好我們的工作 市民是得到他們支持的 嘉玲都說 這場選舉 其實是兩大陣營的對壘 其實會否覺得 你這次贏了 其實就是另一個陣營 當中有些來負 有些不夠熟悉 所以你這次才會贏 我想大家可以由選票的數字去分析 另一樣就是 我想有一樣我覺得是最強烈的 而自己走那麼多區都感受到 是真的市民我們非常之厭倦 現在真是很炒炒鬧鬧 其實去到落區 我們自己都覺得好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真是想落區是接觸市民 但很多時候我們去到 其實變成兩邊的陣營 我們其實真是很克制 陳可良的團隊是非常之克制 但落到去都是變了一些炒鬧 因為我們都會引來其他團隊的紙碼 其實令到那區你們可以看到 黃埔好美孚好 其實是吵了整天的 由朝到晚 如果你們是當區的居民 你們都會覺得是很吵 其實大家我都相信是很厭倦 這個不只是那個區 是蔓延到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議會 都是經常有這個情況 所以市民其實覺得 為什麼吵完了 吵完了究竟我們的市民是得到什麼呢 他們最關注的民生的問題 究竟有沒有議員 我們是否可以有機會 在那個平台去反映 我覺得今次補選的結果 就是其中一樣反映到這個 就是大家都是很想 我們的社會是和諧 不要那麼多對立和矛盾 是希望將民生是先行 大家的衣食住行是最重要 好了 或者最後一題 好了 其實我想我之前這個問題都答得很清楚 我就是說我初次的從政 而在這段期間 我自己的政綱和理念 一直以來都是希望可以得到 不同的派別的支持 但我很非常之開心 我自己的理念 是和建制派絕對非常吻合 我亦都很開心 他們接納了陳凱欣為他們一員 多謝你們